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订阅明镜知道他们未来要参选的政策主张 和他们如果当选他们的施政理念 唐先生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注意看到了一些美国的一些讨论 虽然我们总统 Donald Trump 他的支持率从他当选到现在 就在45%到50%之间就这么晃 也没上去也没下来 大家都认为说他的选民是不会变 但是突然大家发现有一个东西 他的选民在变 谁呢 少数族裔 现在我看到一个选举的一个 所谓的Advisor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Donald Trump当年在2016年 他拿到9%的非洲裔的选票 他说我可以现在就说 他一定会 今年一定会Double这个数 包括Latino选票 他也会增加 A生的选票那就不要假了 也肯定会增加 我让我想起一件事 我记得当年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去菲利多菲亚一个 非洲裔的教堂 大家这个反对声奇场 室内室外大家都反对他 他出来以后 一摆出一副姿态 他说你们没什么可输的了 几十年了你们改变什么了 不如给我一个机会 看看让我做几年 你们会不会出现改变 我到今天都记得当年川普这句话 其实很多非洲裔就是因为他这句话 后来把票投给他 而且也的确如此 这么低的失业率 说实话 不光是白人受益 非洲裔恐怕受益的更多一点 你怎么看少数族裔在这次选举中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观察 而且他实际上跟我们这两天 就是前两天才发生 就是最近的一场 我们川普跟人家对骂的这个 也就是说关于巴尔蒂摩 城区和他的这个选宣议员 Commings这个人之间的这种 关于民主党人 为这个我们的inner city 做了哪些事情 那么实际上 那在美国生活的人 大家都知道 这个城市 特别是大中城市的这个 这个美丽的一方面是 是现在是大打折扣 那是 那homeless啊 还有这个犯罪率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萧条啊 就是非常严重 也就是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川普说的是 是很有道理 指出这个问题了 你们这就是 是被遗忘的一群人 就是有人跟你说 每次都代表你为你要干什么 他们为你到底做了什么呢 对对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川普为什么在这个对骂方面 他是越来越想升级 实际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明智 非常明智 他让所有的人都参与去想一想 我最近开到Baltimore的时候 那块更糟了 然后我最近去L.A.的时候 Oh my god 或者说我最近到哪儿 那个这个停下来的时候 车窗又被砸了 所以他一下子把人们的很多 一清一点点的这些 对于美国城市的这种萧条 这种退化 和这个所谓的美国这种 Liberal特别在行的那种高 高新间的这叫Chic的那种文化 之间的这种距离对比呢 一下就给人们展现在面前 这是一块美国就是 就是贴这样 就是川普贴贴住的东西 对 让这个川普把这个巴给揭开了 让大家看一看 那么我觉得这些 他一定会给这个下一个选举 是带来一定的影响 那么我觉得这方面呢 也就是说民主党人 也是需要格外要注意的 很多很多年来 民主党人都是 take it as given 没错 像有一些的选区 包括像Waters 你都是我的选民吗 对 对于他们来讲 根本不可能 就是说他只需要出来选 就已经好了 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上 他们没有看到 选民们对这个事情的变化 那么比方说 有几十万 一百三十万还是三十万人 离开这个food stamp 那这个上面也都是大部分人 开始减少了15.7% 对 那这些主要也是以非译和 这个拉丁语为主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这些东西 它实际上都反映出来 民主党需要一个总的政策上面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政策上的东西应当 如果要是希望和川普形成一种对比 应当是一个积极的 应该是一个向上 比方说你如果想提高美国的这个竞争力 你得有一个发展美国基础科研的这样 你得先把家做实嘛 对不对 你做不是说做一个星球大战计划 你可以做一个这个再一次做一个国家引导下的 推动下的这个新技术革命 我觉得提出一个阳光地带的这样一个计划 然后比方说在产业发展这个领域 对吧 你可以提出一些新的对这种Rusty Belt的这个产业转换的 就是说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 都是在发展那些中国的西部比美国的Rusty Belt的自然 自然条件和基础条件要差太多 对吧 你包括Rusty Belt从哪边离海就那么远吗 对吧 你要是搞贸易什么之类的 它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 基础设施要比中国的西部要好多 可是你看看中国西部这些年的发展 照着美国的这个Rusty Belt 当然中国并不说发展比它更好 而是说它在这方面都是国家可以有办法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政策是需要他们能提出来的 然后能够有人去开始 至少你要把一个理念你提出来 对不对 你一个国家你要竞争 不能总想说我把别人摁下去 我就是老大 对吧 这个是没有什么希望 你一定要让大家自己要有一个自豪感 所以我觉得川普他很多地方 他触动的人们的神经就是那个 就是说人们知道川普说的很多的现实 是不应该就是political incorrect 就是说的不对 说的就是不nice 但是大家都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现实 川普说我们的Airport 第三世界嘛 第三世界真的 就是我觉得第一世界 确实如此啊 确实你要是这已经我们都是华人的这个媒体 所以华人这个比较多 很多人可能在这次都会回亚洲或者回中国去看一看 那真的状况是完全不 我们洛杉矶的机场啊 还不如中国一个二流城市的机场呢 所以我觉得就说而且包括原来的这个高速路啊什么之类的 你现在就真的我觉得就说川普说的没错 我们我们现在的这个东西现在只是从二流国家向三流国家发展 就是还能不能遏住住这个 这就是问题 所以民主党们只是关注社会议题 而不是关注一个美国的国家的发展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非洲裔的失业率大幅下降 他们的申请full stamp的人数大幅减少 他们家庭这个收入再增加 没有没有理由当他创的选票不会增加 对对对 所以这个问题当然另外一个高争议的问题 那就是边境墙 现在这个大法官会已经明确说了 我们总统动用25亿军费去修墙不违宪 对 好了总统肯定会修墙 其实我也很轻訝 我们在洛杉矶认识很多这个拉丁裔 不管他们是说的真话还是假话 有时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居然发现很多人是支持严守边界的 他说很简单 他说来的来跑过来的这个非法移民 不光是你们的麻烦也是我们的麻烦 因为他只会住在我们的社区 他不会住到白人社区去 而且他们要抢的工作也是他们人 抢的也是他们的工作 对 所以在拉丁裔里面 支持总统的移民政策的人数 也会随之再提高 对 我们总统2016年拿到了29%的拉丁裔的选票 现在就有人铁口直断 说我们最少可以拿到40%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它实际上体现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要是看上一个选举过程中 对国家的发展 至少有一个看上去关心的 那还是的确是川普 他无论你对他的政策的方向是否认同 但是他想做的 希望的关注 是想希望美国重新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他想改变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落后 对吧 对于企业来讲不够友好的这种营商环境 这些都是他想改变美国这个旧城市啊 什么比较破旧这些方面的 这些思想 就是他都是给人们绘制了一幅蓝图 而这个蓝图是人们对于现状来讲 它是有不满 它对未来的希望是这样 也就是说民主党人 你不能因为是说 这些东西是共和党人提出的 你就应该说我不不要去理他 而是说你可以用不同的办法 对吧 你有没有更好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呢 他反倒是就说 经济上面的这些事 不关我的事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坐在那里 想民主党人的 对于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法 他就处于治标不治本 比方说我们刚才就是 你刚才说了一场串 我觉得非常好 就跟着你那个来 就说比方说让人通过就业 从food stamp上面给走下来 所以家庭就会稍微稳定一些 所以犯罪率会减少 所以你就不会再去 民主党人就只盯着最后里面的 比方说少数人在这个监狱里面的人口比例过高的问题 对吧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其实在food stamp里面的时候 他们就是很高 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很高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很好的工作 对吧 你给了他这个工作 谁愿意去住监狱呢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这个 是这样的回过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包括他对于像跟这个对牙翼来讲 非常敏感的这个大学升学啊 这个affirmative action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所攻击的这个东西是一个 我觉得是人类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人靠自己的努力 且不说他是不是美国们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们都有同样的闷 就是说自己的努力 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个更大的好处 对错 而他这个民主党人所推崇 积极推动的这个所谓affirmative action本身 他就是说你的努力恐怕和你的出身 还不如你的出身更重要 那我觉得他从实际上 他这是反人类的这个这个这个本性 所以我不看好 就是说从长远来讲 他也许可能能够弄掉这个东西 但是从长远来讲 他不符合这个人们的这个基本思维 所以民主党人他的确需要深思 自己对这各种政策的 包括他的这个infrastructure 包括这个技术设施 民主党人的基础设施上面的关注点 是所谓照 对对对 但他其实他的这个并没有 他的这个并没有想到 你像如果要是在了解中国或者亚洲的话 他所关注点不光是一个job 他所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发展 没错 所以民主党人他不在意 他拿了钱 我只要让你的工人在那里工作 他也不管你的效率 所以在美国才会有一个小小的桥 修上个十几年 一个小小的terminal 这个terminal修的这个时间 就LAX的这个时间 那个美国大 中国北京大新机场都修完了 过两天过两天大新机场就可以C了 所以有的时候他实际上强调的就是一个我给我的这个labor union的这些人给这样的好处 他没有提高这个老百姓没有提高伸展率没有让人们有这种生活就工作的这种快乐 他只是拿到了一份工作的这样的一份这个这个我觉得人还是要有一种成就感 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讲他也需要有成就感 说到根本一点说套于中国大陆的一句 发展是硬道理 对发展是硬道理 另外一个人们的幸福感才应该是职制者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对 而不是你心中的那个原则 你心中的那张选票 对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Earth Terra 80 20 20